运气好啊,挡不住啊 上山就收获一个树,六个灵芝 真带劲啊 今天和我小叔 我们俩人来上这个山比较远 而且就是离家比较远 走的也特别远 这个地方属于背银坡 这个地方有老虎有黑侠的 原始森林 就是去年的时候 这个地方都有放牛的 今年放牛的都没有了 我们害怕嘛 主要就是为了采灵芝 看我们这边的灵芝出没出啊 这个地方的灵芝比较多 我小叔放个泡 蹦一蹦吧 来一只春雨宴啊 慢点啊 听听声音 哎呀 哎呀,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们这边又有黑虾子 又有老虎 今天来这个地方比较远 所以特意带了几个鞭炮 这样呢,能把动物给它冲跑 所以为了咱自身的安全 还是安全比较重要的 时不时放个泡 最起码心里 不那么害怕呀 万一真碰到这个野生动物 我们俩人跟它干起来 你说谁能赢 主要是也是为了野生动物 明天你们是不是就看不着我了 我去碰到野生动物 你要干赢了 做鸡鱼 你要干输了 住医院 住医院 小命都没了 还住医院你呢 一般不足喝应该没啥大事 那也害怕呀 这现在多下瘾呢 万一真给糊润了你说怎么着 安全利益 上山一定带点鞭炮 尤其带那个二踢脚 凉响了 当当当当当的 就看到灵芝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呢 小叔咱俩还行哈 真运气 你别说虽然累哈 但也行了 最后还看到灵芝了 叔叔总有回报 你看 他就在这个臭松上长 你看这个小鸡就 这个就是灵芝了 它这个根呢 到成的时候呢 就会变成紫红色 上面这个白的呢 就是还是没长大 没长成的 等到七月中旬左右吧 我们这边的灵芝 它就成熟了 成的时候呢 它整个浪了 就一点白边都没有了 都变成紫红色了 那时候咱就可以采了 现在采也白瞎 咱也不采 今天来呢 主要就是找找 去年采的卧子 看看接没接 这样咱心不就有底了吗 过段时间 咱直接上这来采 定个位 是不是挺好的呀 像灵芝呢 在我们这边山上呢 也叫野生的赤灵芝 也可以说叫木灵芝啊 它长在这种 臭松上 它有那个水冬瓜 还有个叫什么来着 它叫啥来着 想起来 就不告诉你 快点 那个叫啥来着 花树 哦对 还有一个是花树上 但是花树上的灵芝 长得极少啊 一般都是在这个 臭松上 长得比较多 都是这种 就是说 树烂了之后 生的这种树根上 它可能会有这种菊 完自然就生长了 我们今天来的这片山 老多这种树根的了 不是说就是 所有的树根的 全都去接这种灵芝啊 不是的 可能说十个当中 有两个 或者有一个会接 你看我们从那边过来的 走了那么远哈 哪个都没接 就这个接了一个 你说多可怜 你咋不长点心呢 你多接几个呀 太少了 跟个子弹头似的 主要是太小 我们再往那边走走 再找找 争取碰到第二个 这是看到的第二块灵芝 一个树接了六个啊 我里面一瞅 那个红红的 我一瞅那么灵芝嘛 二次就过来了 你看这多大啊 你看它这个现在的根 都这么粗啊 等它长大的时候 就得跟小盆似的 还有这个 这个也老大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就在这个大树上 这个树都已经 要烂的形状态了 哎呀妈 老过瘾了 太开心了 就跟捡着宝贝一样一样 长得是不是像陆蓉似的 你就说像不像 你看它这个小根 啊 绒堵的 感觉 上面有一层绒似的 你看这个大根的多粗 还有这个 尤其这两个是真招人喜 啊 哎呀妈呀 又发财了 又够个的 是高低给定位 成立的时候我必须踩的 你让别人给我倒 这个是今天看到的 第三个庄子的灵芝啊 看这个阶级吧 这个白扯呀 没有刚才多呀 刚才那是六个 这个就接了一个 你说同样都生活在大山里头 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我想问问你咋长的呀 营养味跟自己跟上去呀 你看这还有去年 这还有去年留下的那个 灵芝那个根呢 这是去年让人踩走了 这个在它这个根旁边 又吸引发的牙 你说那个那么大 这个就这么点 就跟那个手指盖似的 这个呀就是以后长 它也长不太大 现在看它的根就看出来 就这么点一个小包包 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诶 这还有一个 这我也看着了 这儿 你瞅瞅 在这儿呢 多小 太可怜了 该说不说 最起码看着了 过几天争取全都给拿下啊 像我们这边山上的灵芝呢 它是一年生的啊 就比如说 像刚才我看的那几个大灵芝 等到到七月份 八月份的时候 它长成的时候 如果你不采灾 天上会不停地下雨嘛 下雨的时候 时间长 它就会腐烂的 不是说是灵芝 是多少年生的之后 完了什么千年万年的 那个意思 不是啊 我们这边灵芝 它就是一年生的 如果你不采 时间长 它就会腐烂了 所以争取到成的时候 咱就给它拿下 今天盖说不说 运气挺好的 这期视频 我们就到这了 我们再往那边走走 看看还能不能碰到灵芝 碰到一个钉上胃 碰到一个钉上胃 别让它们给滑弄了 哈哈